这边是专门负责编张变的 小宗今天要体验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个非洲张变 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我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他们编头发的一个头发 对 它这个是一个纤维的 是昨天小宗在市场上买的 那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假发店 尝试一下编他们非洲的张变 今天小宗准备编一下这个发型 民苏豪的发型 这个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发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墙上有挂了一个证书 这是他们的一个行业证书 有这个证书的才能够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廊 上面都写了这个certificate 这边呢都是它这个假发店卖的一些假发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它的价格呢都是差异很大的 有的很贵的要几百块钱 便宜的大概就几块钱就可以了 一个张变的话时间还是蛮长的 大概要几个小时 现在开始做了 安心 其实扯的是有点痛的 一般它这种编上编的话 都会有两个人以上的人帮你一起编 看我的表情 扯的有点痛 但是没办法 它如果不绑紧一点的话就容易闪 纤熟的手法 下面你觉得怎么样 你不知道 这一块很长 对 这是你的第一次做这种工程的工程 它对吗 不 有可能有很多人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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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 对 对 他们来越来越边越来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多 但是这种工程是第一次做的吗 没有 有工程还做的吗 对 对 对 因为在中国是难以复得到这个货品 对 这个我觉得会更软一点 这样能够把你的小偷偷把 你是不是就想弄在这种前面就趴了 对 编一个张编 四个马达姆在这里围着我 其实大家知道在国内边一个上面是很贵的 好像都要一两千块钱吧 但是在这里边的话就会很便宜 看一下我们的model 再看一下小装 我的头就是那种处在旋律 颜空的状态 国是在颤抖 死亡角度 不过其实他们当地人 尤其是这些马达姆 随便一个店里面的掌柜的 就是老板娘 他们变头发的技术都特别的好 然后他们也会带很多学徒 这是小钟第二次变张编 第一次变的我的天 缠不忍睹 想看第一次张编的视频请找我 在NBA里面 安东黎 艾佛森 他们的发型都是这样的 你觉得待会儿变完了之后会好看吗 会好看 还可以 现在没有那么痛啊 果然人的神经经过一阵子的历练之后 就不会显得那么敏感了 现在咱们进展到百分之多少了 已经百分之七十 挺快的啊 挺快的啊 说吧 从小就要学习妈妈 传承妈妈的衣博 他们当地人编一个张编 尤其是他们女士的话 像马达姆刚才说的 大概就编一次的话 能够保持个 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吧 我觉得就只能半个一天 因为洗头的确是个问题啊 他们当地人的话 可能不是天天都洗头吧 先生请问您您请多数人的钱吗 每次工作人员 我们能做三个星期 一天 就会在三个星期 一天 会怎么做的 基本上 几个星期 对 有个星期的 大星期 每个星期 有个星期 所以所有女士 她几个星期会做的 几个星期 不过我 有其他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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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 有很多支付的服務 如果你想要四周的工作 你需要改變 這就要改變 你活動 如果你贏得更多 你不贏得更多 你不用贏得更多 你不贏得更多 你可以花一周 也能花一周 - 还有三个 应该还要变三个 已经有点样子了哈 - 挺好看的 - 挺好看的 - 看一下后面是真的挺好看的 - 已经快完了 - 咱们大概编了多久啊 - 准备有三四十个 - 一个小时了 - 要让它往后面的 - 渣成七个滚 - 渣成七个滚 - 是不是很难受 - 痛 - 一二三三三三四十个 - 刚好适合 - 看到没有变得满头大汗了 - 咱怎么样 - 费你了 - 费你了 - 我给你拍一个 - 我给你拍一个 - 能收到电视信号 - 我们去里面镜子看一下吧 - 把它弄弄完了 - 这样的 - 很有意思哈 - 还可以 - 嗯 - 这费多了 - 多大约 - 筷子三十三 - 筷子三十三 - 筷子三十四十四十三 - 本来是价格 - OK 谢谢 - 收得还蛮便宜的 - 上次收了文物五千 - 谢谢麻烦 - 谢谢麻烦 - 谢谢 - 看准备 - 如果我们没有用的 - 将来会去 - 坨备 - 谢谢 - 谢谢 - 谢谢 - 再见 - 谢谢 - 谢谢 谢谢观看